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以一手搞定 所以他既有魄力又有能力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伙伴 但是站在一个纳税人的角度来看 蔡英文做的是对的吗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事情 根本上就是一个截标案 截谁的标 宇昌去截南华的标 因为这个案子原来南华 谈的是一模一样的公司 一模一样的药 但是因为他有利可图 所以宇昌中途截标 难怪人家会打电话 去国发基金骂的伴手 这一定是对手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蔡英文的截标实录 这是95年5月份 南华就向国发基金申请 说我们要投资这个生产 艾滋新药TNX355 这个是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投资我们 8月份就审查委员何大一 就去看了说不赞成 因为这个药 你们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可能没什么效 那9月份的时候国发基金就通过说 我们原则还是支持你这个投资案了 结果到了2月份呢 何美月就极机密 然后菜苏6天 就核准投资宇昌6.6 生产的还是这个药 3月份国发基金就否决 说南华你们不用办了 我们不投资你们 5月份蔡英文卸任 8月份蔡一天两度发函 要国发基金拨4000万 给还没有成立的宇昌 9月3号国发基金拨给宇昌4000万 然后5号宇昌就成立 蔡英文就担任董事长了 何大一呢 那个时候呢 同时担任台茂的董事 跟官股的董事 然后他获得了500万美金 大概1.6亿台币的技术股 到了98年的2月份 蔡英文就把它卖了 卖了以后获利将近2000万 所以这整个看起来 明明就是南华的标 中间有人结标 谁去结的标 蔡英文 你为什么人家本来就可以 你说我是 我要扶植生技业 人家本来就已经要做了 你去扶植南华嘛 但是没有 我整个把南华 切断 这边一手把南华给切断 另外一方面呢 我把宇昌快速的送上去 然后核准 这里面我觉得老师 你 我不知道 你这公共行政的专家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里面的MEGA到底是什么 这是属于把开放市场 变成独占的市场 但是我觉得 参与我的做法 基本上是无私无我的做法 就没有一件自私自利的事情 没有我不去参与 会让人有误会 很容易让人有误会 没有一件自私自利的事情 没有我不去参与 无私无我 那我觉得说 其实对蔡英文来说 确实她当时如果真的豪意 她认为说 如果用她的影响力 我们先假定了 先出发点她是好的 就是如果用高于人的影响力 推动这个国家生技产业比较慢 我蔡英文呢 为了让国家生技产业更进一步 所以我就舍我其谁 如果这种态度的话 可以理解 但是大家后面来配套做事 如果她最后呢 都只是用公益的角度来看 没有从当中得到好处 那我觉得她的善心跟善恋 就可以得到成全 现在是善心跟善恋的 最后变成让她觉得 她有获利 有获利 而且获利之后的表现又是如此 难免会让她觉得说 啊 这个是 可是现在如果 有好开始没有好的结果 这个截标的这个过程 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会不会觉得 根本 根本你现在回头再去看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因为有力吧 所以不愿意别人去南华去战吧 因为他们以为二零一零年那时候二零零青年嘛 啊 那个左右嘛 二零零青年初 他们以为三年以后 呃 就可以量产 你知道吗 这种药如果量产 那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觉得是量产这个药 这个呃 可以百分百可以有市场啊 那就可以大赚起钱 就与小吃大 因为国防基金常常有这种 嗯 迷糊嘛 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的人 那至于截标呢 我觉得蔡英文截标的 呃 实力比比皆是啊 那他小三通也是截标啊 人家那个国民党人呗 办了半天 办了半天了 结果你 他昨天不是还到金门说 小三通是他做的 不是前面别人做了一半吗 所以他习惯做这样的事啊 那下面他讯息就说这是一个资讯不对等啦 哎 我们就不能去截标了吧 这哪叫资讯不对等 这叫人格不正常 哈哈哈哈 我要想如果我们大家有这种资讯 知道说有这个药不错 可能有利可图 我们去截个标 你好意思了 我们去截个标嘛 对不对 可是轮不到我们啊 那你蔡英文你有讯息 你知道这个 对不对 这是 从这个这个过程看出来 刚刚我恍然大悟 原来根本不用气化书 有什么评估报告 报告都不用 那都有啊 把他都想好了 审查也没有啊 别人都已经写好好 再换一个名就好了 换名还要换 但是问题是 连这个资料他搞不好都没做 他是那种 这个有利可图 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不敢 沾下去 你知道南华搞了多久 南华搞了两年 没错 然后在这个申请国发基金呢 也大概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不得起马路 然后他一看到这个有利可图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拦截过来 事实上你从这个过程看出来 何大一开始认为这个 以后我们没叹几年 但是这本人责心 何大一说 这不错 再挂名 再提案你责心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到 何大一 你看他的技术股多 1.6亿 这个因为他不选总统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去检验这个 但是蔡英文的角色是必须要检 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一个结论就是 蔡英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有气魄该结标就结标 该投资就投资的 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 台湾版罗宾汉就是结标 罗宾汉成功的罗宾汉 有钱就想就对了 有钱就 可能不叫人力吧 这个叫二四力吧 什么会叫人力 南华这家公司是我们经济部 跑去德州找他了 说台湾要做生计 我们主动找人家 94年6月13日去找了 然后一直游说他来台湾投资 然后他就提出很多企划书 然后我们何美也来请人家去喝咖啡 喝了以后 然后再有一组人又去德州 又去休斯顿去看 然后看了以后 才有何大一那个报告说这个药不好 然后不好 其实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药 可以赚钱 赚国家的钱 不一定是赚世界的钱 所以就 所以结标案是这样来的 用这个名义 对啊 所以你知道江湖有一句话就是 以前大家有没有看以天屠龙记啊 就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以昌不出水以针锋 你知道吗 就被他吃掉了 是啊 所以啊 从这个 以昌我们也看到了蔡英文的手法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评断 蔡英文对这些 没有任何的说明 然后每天都叫别人要说清楚 这件事情他从来不说清楚 我不知道是大家可以自己来评断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蔡英文身边最重要的操盘手 现在是谁 就叫吴乃仁嘛 吴乃仁 他是我们前任的台唐的董事长啊 呃 所以今天会发现说 吴乃仁竟然跟当时的陈哲男一样 都在韩国冀州岛的赌场被发现 被发现也就算了 呃 陈哲男是一张照片出现 那吴乃仁呢 吴乃仁稍微比较丢脸一点 吴乃仁的欠款 还有 他因为欠款 所以护照要被引印给人家 通通都已经出现了 啊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今天这个最好玩的事情就在这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 这一份啊 这份叫做 啊 小心是不是这样 对 好 那他带这个团呢 客人有啰啰啰啰这些人 包括了吴乃仁 刘守成啊 吴乃仁说是台唐董事长 刘守成是当时的宜兰县的县长 他呢输了港币 二十万 刘守成输了港币四十万 所以这一团的人呢 跟着龚赵胜去赌 这一团的人总共输了七百四十多万 然后呢 合计输钱这么多 龚赵胜先生 应得的佣金是港币 这个 这个输的钱乘上三十 就他有三成的佣金 一共是港币 两百二十二万 所以代理人呢 他已经签收了两百多万 好 龚赵胜先生签名 然后见证人签名 这一张叫做 龚赵胜的佣金单 这里面 太多故事了吧 太好玩了吧 所以这个当时 其实我记得我们当年 就是 在那个时候 我们讲这个 陈泽然那个 到韩国去周岛 去赌博那张照片出来之后 其实是什么 是因为 其中有人欠债 然后呢 不缴 不缴 然后里面的blogger 其实就像 就是龚 龚 类似这样的角色 他带了一些团去 去赌 然后赌完之后 其中有的人 付了债 不缓 然后他就 省省去 就把那个照片拿过来 要跟他闹钱 所以才 陈泽然的才曝光 不想明就曝光 把陈泽然给曝光 好 我们那个时候 在时报之关 就想开始 就是追踪这个案子 结果意外发现 不是只有陈泽然 包括我们讲的 当时的台唐董事长 那乌乌人 选择 乌乌人 选择 淘导 林仙兴 输了 我这个数字 老师我问一下 他怎么这么少 20万还少啊 20万差不多快100万台币了 我们那时候得到的信息是 多10倍 多10倍 将近1000万 1000万 那我们写出来 我们有写出来 后来乌乌人有告我们 那后来告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去跟他 我们有查证了 你说没有 我没有输得多 我有输 但是没有输得多 那可能就是这张借鉴 他有没有还款 据了解 是别人帮他还 不是他还的 所以有点人讲说 为什么这个护照压针那里 说没有 没有我就先回来 把人再来行就好了 所以那这个东西 有趣的是 拱兆胜先生 竟然在揪团的时候 一般来讲 可以吗 洗马抽成 他给他抽多少 总共抽三成 杀起来能百万钢颤 对不起 先打断一下曹新 拱兆胜的这个 背景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拱兆胜是后来接任 吴乃仁担任台糖董事长 我们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再后来呢 他更上一层楼 是我们金管会的主委 就是拱兆胜 这边出来的叫做拱兆胜 台湾拱兆胜先生 这个揪了一个团 然后他在这里面 人家输了七百多万港币 他拿了三成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 前任的金管会的主委 再加上这里面还有 台糖董事长和宜兰县的县长 这里面的故事 不及格啊 这我们待会来 心里要想四成 怎么可以只拿三成 四成 不管哪一挂 不管你在哪 统统在我的Nokia Lumia 标热子超简单 Keep in touch 搭配中华电信M Pro